马口鱼是理型目里科马口鱼鼠中的鱼 它们的身体长而扁 嘴巴大 纹不长 眼睛大小适中 腹部圆 表面覆盖着一层细密的鳞片 它们背部的颜色是灰黑色 腹部则是银白色 侧面还有蓝色花纹 它们的体型较小 长度仅在10至20厘米之间 它们是淡水鱼 可以人工养殖 它们喜欢肉食 主要以小鱼和昆虫为食 马口鱼是什么鱼马口鱼 又被叫做花叉鱼 指的是理型目里科马口鱼鼠之中的鱼 是生活在我国的一种鱼 马口鱼的身体形状比较长 也比较扁平 它们的嘴巴比较大 纹不很长 眼睛适中 腹部是圆形的 身体表面有一层比较细密的鳞片 体型比较小 它们的背部颜色是灰黑色的 腹部的颜色则是银白色 另外 它们身体的侧面还有一些条纹 一般是蓝色的 可以作为它们的区别特征 马口鱼是一种体型比较小的鱼 体长仅在10至20厘米之间 体重还不到100个 马口鱼是一种淡水鱼 在我国分布十分广泛 基本在我国各个地区的淡水流域之中 都能见到 野生的马口鱼 经常生活在山间的河流或者溪流之中 而且它们喜欢栖息在水流速度比较快的位置 从实性来看 马口鱼虽然是一种杂质鱼 但它们更喜欢吃肉类 但由于它们的体型比较小 所以它们无法将很大的动物作为食物 它们的主食是体型同样比较小的小鱼 以及昆虫 另外 目前还有一部分 马口鱼是人工养殖的 马口鱼生活在哪里上文已经介绍过 马口鱼是淡水鱼 实际上 马口鱼在我国淡水流域之中的分布十分广泛 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水系之中 都生活着数量比较多的马口鱼 具体来看 马口鱼栖息的水层主要是上层 属于上层鱼 而且它们喜欢在水流速度比较快的地方活动 另外 马口鱼是肉食鱼 将周围的小鱼和水生昆虫作为食物 因此它们一般分布在生物比较多的地方 这样它们捕食更加方便一些